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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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我们就请赞老师来跟大家共同解析 如何去正确地运用肢体语言 那首先赞老师 您觉得什么样是肢体语言 我们常说的微笑 点头 插腰 微笑 点头 脸的表情 身体的各种部位的表现都是肢体语言 站的位置 用行动的方式 静动都是肢体语言 就是除了口头表达的以外的 一切的肢体的形象的 从眼睛观察到的交流都是肢体语言 我们以前做过很多节目 叫做让你少奋斗三十年的说话技巧 对 类似这样 可能我们在市面上会考到很多励志的书 技巧性的书很多是教你怎么说话的 但是关于肢体语言好像还真说的比较少 这个肢体语言到底有多重要 您觉得 对了 咱们说让你少奋斗三十年的肢体语言 这个是套你们让你少奋斗的说话技巧来的 这个统计数字是三十年或五十年 或者这个是为了套的一个是网友提的题目 所以就是说肢体语言很重要 你看到什么是肢体语言 比如刚上来咱们第一个接触的 互相的焦虑是肢体语言 我来了以后坐在哪 大家怎么看我 而并不是咱们并没有说话 当然大家都给我鼓掌 这也是个肢体语言 我看见大家欢迎我 然后我坐着不动 这是一个文化不同的肢体语言 就是大家鼓掌的时候我有什么反应 各个文化是不同的 在西方文化 别人给你鼓掌的时候 你不鼓掌 在中国文化 别人给你鼓掌的时候 你也鼓掌 这原因是西方文化认为 鼓掌是一个致敬 是对你的赞扬 你自己鼓掌 就好像自己夸自己一样 所以觉得很可笑 所以是不鼓掌 而是微笑而已 而中国人认为鼓掌 是一种致敬 你跟我鼓掌 我给你鼓掌 另外中国人有种从众的心理 就是大家都鼓掌 我不能一个人坐这 不鼓掌 好像很骄傲 所以这也是一种肢体语言 肢体语言有多重要呢 有人统计 说人类的交流 7%是口头语言 占的 肢体语言占55% 其他的部分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这个书画的声调等等 这个统计不同 就是有人说7%是口头语言 出下的93%都是肢体语言 比如说成下55%的肢体语言 其他还有其他的成分 比如说声话的语调 说话的速度等等 这不是内容表现的 不管怎么样 这些数字都是不一定很科学 总之来说 就是人类用身体表达的语言 比用口头表达的语言的信心量更大 肢体语言多重要呢 很多朝代的代谢 这个政权的交替 结婚人的选择不是建立在语言上的 而是建立在肢体语言上的 怎么讲 怎么讲 比如说 这个 俄国总统 伊丽辛把权力交给普丁 是由于普丁的肢体员交给他的 他们一块去打猎 俄国人喜欢打猎 到这个大森林去打猎 这个出了一只熊 普丁又拿着一枪冲出去了 把这熊打死了也好 打跑了也好 总之表现非常勇敢 伊丽辛就说把这个拳 我的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伊丽辛一天到晚 国公送得人有的是天天的说 你是整对了俄国 整对了俄斯 他都要听烦了 他也不信 所以他对肢体员的信任 超过对口头语言的信任 那么佛释迦摩尼把衣钵传给家业尊者 也是靠着知识体员 大家都知道年华为孝的故事 是吧 释迦摩尼在灵山脚道 讲法 就是上面大家献上金陀罗花 释迦摩尼拿起金陀罗花 严肃地看着它 而且一种整个大厅里洋溢的一种宁静 和神秘的气氛 大家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拿着花子看 坐下只有家业微笑 释迦摩尼说 我这个有不可传之心法 我要传给家业 因为他年华的时候 他微笑 两人进行了新的交流 一拿花一笑 两人心心相应交通交流 李登辉被蒋经国选为接班人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知识 蒋经国说 我下一个接班人 我的接班人要选一个台湾省人 不选从大陆来本省人 但是他也不信任本省人 他就想找一个听话的人 他不知道谁听话 大家也是 大家的职场也好 在郑姐也好 你这个语言奉承 他听得太烦了 他也不信 接见李登辉 李登辉见了蒋经国怎么见呢 坐在椅子上 半个屁股坐 这样坐 每次见蒋经国都是这样坐 这屁股这么坐 这样坐是多累 就是 是 这一累可是得了一生的安逸 他对蒋经国非常尊重 蒋经国 这个强者 内心是很软弱的 他总怕人 首先你对我好 他就不信任你 你为什么对我好 富人和有权势的人 你越来越好 他也怀疑你 你什么意思 对不对 我们走在马路上 一个人过来说 你真漂亮 你这衣服真好看 我看你就聪明 你一定也不信任 对不对 有权势的人 你过去捧他 他是一个感觉 所以林国来个这个职体员 蒋经国你看这人可信任 乖 听话 当然有笑话说李登辉是因为蒋经国上厕所 别人说接班人是谁 蒋经国是责任 你等会 你等会 这是笑话 但是他探个屁股做的也是绝对有案可查的 那么中国我就不说名字了 一个某个领导人本来很喜欢另一个正主于想让这个人当集成人 后来他就越来越不喜欢这个人 为什么 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他自己说了 清楚说了 他说这个人耳朵不好 我开会的时候他总坐在后面 开完会站起来扭托托托托托也不跟我说话 对他不尊重 对他不尊重 你说多大 这多大事 以后除了很多很多事情都和这件事有关系 这个有可能误会 也不见他不尊重 对 我当老师了 这个学生看学生怎么样 我下意识地对肢体员也很重视 这个肢体员说明很多很多问题 你一个人来了以后 这个屋子很大 你坐在什么位置 说明很多问题 你是靠窗户坐着 你坐在最后一排 你坐在第一排 这都说明很多很多问题 坐在第一排的学生经常是很负责 是想跟老师交流 不是说咱们今天 想跟老师交流 非常认真的 做后排学生 他的下意识里想让我偷看点书 我如果有机会 坐在门口有机会 如果大家没看见我溜走 或者有这种事情 坐在窗边的人可能是想看个外头 对你这个肢体员这么重要 可是大家非常轻视它 正因为大家轻视它 这里才大有文章可做 因为肢体员表达的是非常真实的思想 这个语言大家都知道 可以撒谎 可以撒谎 身体是不能撒谎的 因为身体撒谎是非常之难 有人用身体撒谎 有人 经过特殊训练 特工之类的人 特工 特工之类的 我们刚才赵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例子 我们这也准备了一个真实的例子 来让我们的导播 把屏幕切向我们的这张图 我们现场的观众都看到了 这是美国的总统奥巴马 他在给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的时候 是把脚撬到了办公桌上 这个举动也遭到了以色列媒体的批评 显然脚撬到桌子上是肢体语言的一种 为什么会遭到媒体的批评 这样的一个动作传达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我想先听听我们观众的分析 大家怎么看 我们来请工作人员来递过来话筒 您说 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尊重 还有就是它有点蔑视 蔑视 蔑视 对 何一见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这是平常我们很放松的时候 才会这样做这种动作 然后他聊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都这样用这样的 就是说他不在乎这个事 或者说不看重这个事情 对 我因为是这样的 谢谢 有没有不同观点 还有什么大家 我们旁边这位男士 你怎么看 比如打电话的时候 这个以色列总统是看不到他做着什么样的动作的 是吗 从内心里他对对方表示的一种不太尊重 因为语言和你表现的动作都是反映你内心的想法的 看来观点比较类似 大家都觉得是不太尊重 从哪看出来 从身体哪个部位看出他最大不尊重 哪个部位 首先 他的脚 脚抬到桌子上 第二 从他的手势来说 也是在强调一点 但是这个强调好像是一种命令的语气 还有吗 还有什么区别 他这个手指这样捏着 还有什么区别 你其他的有没有观点 这个手势表示什么呢 赵老师 这样子 大家分一分 这个 这个女孩子说命令 命令 命令是吗 还有吗 旁边的 我认为他这个手代表就是他正在强调某一个事情 强调 强调 着重某一个事情 但是有一点我是觉得 他虽然嘴上是强调 但是内心里边不是很重视这个 重视这个事 但是不重视对方这个人 所以的话这一点有点矛度 对 因为考虑了两个关系 以色列是美国的小伙伴 他的整个的经济 军事都要靠美国 而且美国说了算 这么些年 以色列周围都是敌人 周围一切国家都是以色列作对的 但是美国是一直死死地支持他的 所以他完全在他的掌握中 这种姿势第一是强调的一点 第二有一种控制对方的感觉 控制 控制你 我把你 你是抓在我手心里的 你根本是 而且你很小 像你也只小蚂蚁的动作 你听我说 那边可能说 宗宏先生可能跟他争论了 你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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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也只小蚂蚁吧 对方 可是这个不是对面对面的交流 这更说明问题了 就是这个肢体语言 我不跟你说的时候 肢体语言是一般说来是不愿意给这方直接 不是用于交流的 我跟你说话的时候 我说话是跟你交流 我肢体语言多数情况下有种表示 所以我揍你 你小子 这是一种威胁 一种交流 但是多数是一种自然的流露 对吧 所以看肢体语言 有句话叫做 出门看天色 进门看脸色 是吧 这个美国总统尼克松有说过 他说我进了一间屋子 我环视一周 我就知道谁是我的敌人 谁是我的朋友 你怎么看我 你怎么低头 而且肢体语言给人的震撼力是非常大的 不光人如此 狗 动物 肢体语言 你说人如果是7%的语言 是狗头语言 动物可能99%的语言 靠肢体 这个狗对人类的肢体是非常重视 它一天到晚看着你 狗对人类是尊重案 如果大家没有自信心 或者生活中受到挫折 没人喜欢你 没人爱你 你养只狗 狗永远爱你 两个都看着你 就好像你是伦伯郎 你是名画一样 听到你端向你 真的好看 这些眉毛是这样的 所以你给它肢体语言以后 它尽量地想法理解你 过来走 它在想办法分析 所以有些人不尊重狗 有时候给狗做一些粗鲁动作 对狗内心伤害是非常大的 我在报上看过一个文章 一个小孩把一个狗 用知识语言给气死了 什么知识语言 能把狗气死 就说他亲戚家养了一只狗 一只小哈巴狗 这小哈巴狗非常好玩 这小孩一拿手指它 那狗就站起来 跟它叫 它一指它就叫 它觉得很好玩 就老指它 就这么指那狗就 越叫越来 邦当倒地 心想要命不法死了 狗被指死了 你指它就表示你不对了 这跟这一样 指是挑出你来 指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说在云云众生中 我单独看中你了 指你 练剑的时候 这一剑 快指 给你一个震撼力指我了 谁都怕指 所以尽量在人际交往中 不要去指别人 是非常不理由的 你把指狗都能给狗指死 你人也能指死 千夫所指无疾而死 对吧 千夫所指无疾而死 这个诚意也透露 没说千夫所骂无疾而死 你骂我没关系 他千夫指 你走在屋上 心理压力非常大 对 咱们刚才说了 奥巴马的动作 手势 脚表现出的不尊重 刚才赵老师也说到 手指给人带来的心理的压力 我们这儿有一位 叫做Amy的网上的观众 他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他说眼睛 他说在人际交往的时候 眼睛是最厉害的吗 只要避开了眼神的交流 是不是都能感觉到 自己胆子大一点 尤其是在跟厉害的人物 或者领导交流的时候 那另外这位朋友呢 他也提到了 在这个肢体语言当中 眼睛到底发挥 一个什么样的决策 这个问题问得 非常非常非常到位 而且非常非常非常危险 你跟重要人物 叫做避开眼睛 是你失败之时 失败之时 你避开他的眼 你害怕他的眼睛 你不看他 会给他造成 对你非常不信任 认为你在说谎 在西方 我在中国 这有诧异 你跟麦国人交往 你如果不看他 你不看他 他认为你对他蔑视 是非常危险的 你一定要跟谁说话 一定要看着他的眼睛 眼对眼的说话 但是你也不能老盯着他 你这么一直说 你起码说话是看看眼睛 你起码分 总之他一插一张 你就看着眼睛 中国人的缺点 就不看他 这在中国是表示尊敬吗 不看着是尊敬 有人说吗 我们有个成语叫低眉顺眼 老这么乖乖的 就表示我尊重你 这是过去的 在现代社会 中国是 在追着西方走 在一定程度上 所以这个东西越来越普遍 所以你不看他 在现代时候 现代老板也是不喜欢 因为他跟你交流的时候 要跟你说话 你不给他反应 你低眉顺眼 大概是不好 所以外国人 对中国人的最大的意见 就是不看他 说话你不看他 他跟你说话 你不看他 他非常不舒服 就是认为你 蔑视他 或者不谢谢他 两人反正没有好感 那您给的建议 就是当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尤其是对方是领导 或者重要的人 一定要看他的眼睛 对了 一定要看他眼睛 刚才他那人说 眼睛最厉害的 他说没看他是有自信 这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他不看他 他还是不够自信 没够自信 你这么想 人家也会知道 你是没有自信 第一 第二你也不信任我 你很害怕我 你见了我 你有什么可怕 你这么怕我是吧 害怕 怕并不是爱 你怕我 你是怕我的植物 你并不是对我敬畏 对不对 你看我是个领导 所以你怕我 我将来 你不喜欢 如果你取得一定地位以后 你换了我的地位以后 你也会 不看着我 不怕 对 所以说话要交流 一定要看着流 刚才我们这位 叫做Amy的网友 他如您分析这样 他说这个 感觉只要避开眼睛 好像胆子都能变大一些 还是不够自信的一个表现 对 赵老师觉得 就是在跟对方交流的时候 一定要看着对方的眼睛 这是自信的一种 我也有这个问题 别人给我指出过这个问题 说你怎么看着别人 这中国人都有这个问题 那如果有没有折衷的办法 如果实在是觉得 不敢去看他的眼睛 看哪个部位会感觉 比较想看着我 鼻子尖或者是眉心 对了 看眉心 看头部以上 你绝不能第一次看着身体 低于这个肩膀的位置 你这么老看 那更不礼貌 那就坏了 比如说我们面试的时候 或者怎么样 实在是很紧张 不敢盯着对方的眼睛 我们至少盯着他的眉心 或者是鼻梁中间 会显得礼貌一些 对 你第一次眉心中间 第一次眼睛来说 对他来说是一样的 他分辨不出来 分辨不出来 你看没看他眼睛 但是对于自己来说 可能心里会觉得好 你可以少看一点 对吧 看一会儿稍微看看别的 看看什么 但你绝不可能 你如果从头到尾 没看对方 这个人不会要你 就面试肯定不会要你 第一你没自信 第二你根本 你不看 任何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思想 这个人你看 他眼睛是最厉害的 有点害怕他 是吧 就是两人不是一个和谐的关系 两人谁也不喜欢 谁也不看 任何人 比如说这个事情很漂亮 都写多看两眼 这是不漂亮 身体不舒服 你就想少看两眼 但是这个眼神是不会说瞎话的 所以你不喜欢他 或者害怕他 或者是你紧张 你就不看他 别人就会懂你的意思 你看这个人说得非常清楚 他的眼睛是最厉害的 不看他 我会有自信 这套心灵表白 对方也懂 对方能感觉出来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眼神 是跟自信联系的说在一起的 我们还有观众在网上讨论说 当你不安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样的肢体语言 那如果你不想让对方发现你的不安 要尽量去克制什么样的肢体语言 我们先来问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肯定都有不安 紧张或焦虑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注意过 当这种时候发生的时候 你们会不经意地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 有吗 我们这位 中间这位 我紧张可能就会经常去挠头 挠头 整理自己的头 形什么的 或者是摘下衣角 挠头 挠头 这人是真挠头 我有时候的话 就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的话 发现表情会比较僵 然后就手或者是腿 不知道怎么放 就感觉好像挺别扭的感觉 中文字叫无所措手足 手足无措 还有吗 我们听听大家的 我紧张或不安的时候 我一般会低头或避开对方的眼镜 对 这个战老师已经说了 不能这样 我们第二排 第二排的观众朋友们说说 紧张的时候会怎么样 我紧张的时候也就是有点 不知道说什么好 然后就有点 就是有点手足无措吧 也是 也是手足无措 对 我跟您说说 您紧张怎么样 我紧张的时候 一般我都会坐着 尤其是做一些比较重要的节目 我的这个腿会来回这样子倒 换倒 对 我坐一会儿 然后再这么倒过来 所以这是我紧张的时候的一个表现 我紧张的时候重复一个动作 重复就是手指摸大腿 或者重复这个动作 就是该不该重复的时候 重复反复地做一个动作 没有意义的重复 您自己能意识到吗 没意识到 我也意识不到 有的时候是导播提示我 你不要老动你的腿 我才意识到我是不断地这样 我们这儿有一个网上的观众 他说的非常有意思 他叫壶中的镜子 他说我认为当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 下意识地摸嘴唇或者摸鼻子 这个人八成是在说假话 这个跟心理学家分析 完全不知道他看法不看法书 他可能是字节总结出来的 这人总结得非常好 如果他看法书 就是书上多说 对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我一个结了婚的朋友 本身作风不检点 外面有了小三 结果最近在与他老婆的几次谈话之后 被他老婆识破了 对了 他跟我聊天的时候 他说正是他与老婆聊天的时候 不停地摸鼻子 引起了老婆的注意 可见肢体语言的重要性 对 摸鼻子和摸嘴是说瞎话的时候的表现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一种自我保护 因为我说了瞎话以后 我怕暴露出来 这种掩盖自己 挡上我这个嘴 比如说欲盖弥彰 比如说你上课玩扑克牌 在办公室 明早来了你把扑克牌要盖上 对吧 你看你网站不应该看 领导来你趴换一个网页 准备把它盖起来 所以你说瞎话是随在说的 你昨天上哪去了 我昨天领导找我谈话 你就怕 这点是你昨天晚上去跟朋友赌博 这个东西已经在这了 你说的是不对的 你要把它挡上 摸鼻子 把它挡起来 要把这个盖 掩盖这个事实 而这个语言 你用肢体来掩盖你这个事实 别人 般说瞎话这必要隐藏 偷着蒙着盖着 我要把它盖起来 所以就是 当然不鼓励大家说谎 但如果是不想让别人发现自己说瞎话的话 就一定克制不要去摸鼻子 但是如果你看这些知识水平 如果他已经知道这个了 对吧 那他又是一种 如果他看过这个节目的人 你先问他 你看过幽冥网的肢体员吗 他如果知道了 我看过 你就然后再分析他摸鼻子 他如果看过了这个就不算了 不算 那另分析 对吧 那我们刚刚那个女孩子说 他一不安就挠头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这不安挠头 这个是并不是一种表达方式 是一种心理的不舒服 因为你在不安 不紧张的时候 神经发生高度紧张 神经和皮是联系非常密切的 有时候得皮炎 你身心紧张是得皮炎 或者你有时候长选 只有你身心紧紧紧张 所以在紧张的时候 皮下的神经就高度紧张 就很痒 你要挠他 这是一种生理反应 很痒 你就挠他 这个不是想表达他 但是你表现了一种东西 但是由于生理上的 神经系统紧张 造成皮下的神经的高度兴奋 这神经高度兴奋以后 造成骚痒 然后去挠他 这是挠头 刚才我们还说到一些 无意识地重复某些动作 像您的这个 还有我这个倒腾腿 倒腾腿 你这些重复 对 这个表示什么呢 重复就是 现出困境的时候要重复 你看那狼在笼子里 来回走 来回转圈 你看这个人 有些人急在屋里 急来回跺脚 低头走 反正重复的时候 就现出困境 你要解脱困境的时候 你被关到一个小洞里 你要实际拼命来回挖他 重复的动作是一个摆脱困境的一个挣扎 所以其实你内心的挣扎 所以你一定要重复 实际强势你摆脱困境 那如果说我们不希望自己的不好的情绪被别人看到或者发现的话 就是要尽量没有直听眼神 对 首先你最好别说假话 对吧 你万一说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你认为是可以说的 你避免这些动作 最好的中性就是你没有动作 就是中性的 就别人看不出来 就没有动作就完了 你昨晚上上哪去了 这也不行 也不能过于僵硬 昨晚上跟平常一样 对吧 谢谢张 这个不是鼓励大家说假话 但是咱们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你看我摸鼻子 没说谎 没说谎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但是你有时候它痒的 或者不一定每个都是因果关系 对 肢力员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首先肢力员是发出信息 接受信息 是交流 肢力员之所以重要 别人都没强调的 我想在这强调 书里都没强调 这种自我暗示 自我暗示 自我暗示 是你给自己发出一个语言 你如果有人很挺拔 每天你自己出门的时候 每天早上出门 你就挺起身子来 心去都气昂昂昂地走 你给自己自信 你的身体再向你的大脑 发出语言 人们都是脑控制身体的 对不对 我今天很沮丧 低头 但是我今天很沮丧 但是我身体给我反过来 我自己还挺起头来 身体会给你大脑发出反的信息 而且身体会帮助你大脑思考 有时候 你看有些念书的人记单词 probably 这个其实很有作用 你看这人挺傻 其实肢体在帮助你大脑思考 你一想问题的时候就翻眼睛 这个事怎么想 其实这脑子在动 你不妨反过来 我之前想不起来的时候 我翻翻眼睛 我自己想想 自己歪脖子 为什么歪脖子 歪脖子 歪脖子是使你一侧的动脑放松 是你的血液 给你提高大脑的供应 供血量 请问你是不是想买房子 这时候脑子里赚了很多事了 我工资够不够 按揭够不够 等等 你这个脑子不够实了 明白 我吃你脑血管 供血量增加了 所以肢体员 第一 有帮助你思维的作用 第二 给你自己心理暗示 这个反作用 所以你 这个人们 大多数人 有个缺点 就是低头 这样低着头 这肩也往前坐 钱 这是我说的 我的幽门网 给我很多思想机会 所以有这幽门网 这气光独创 独创 对 幽门网独创 前面有个虚拟的原心 重心在这 所以这个原心在吸引你 我反正忧虑 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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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两个肩 你的头 全部往这个忧虑 往这个吸走 因为你忧虑的时候 你没力量 你无力 所以往前吸 另外 你人主收缩的时候 是害怕的时候 是安全 因为我们人类 在历史上 是动物 是在野外生活 你如果看见 一个更强的动物来了 一个老虎来了 你一定要藏起来 狗也是这样 看着别的狗 大人或狗来 它要藏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躲藏 你看一个比你非常有权势的人来 你收缩了 你收缩了 就是要藏起来 和看着一个剑植虎来了 是一样的 人成为现代社会 人和人之间交往只有几千年 人在自然中生活是几百万年 所以你很多行为 是你在树林里的时候流传的 所以在紧张和忧虑和害怕的时候 你要缩 你要缩 向这个轴心前进 所以你要有信心 要是一个强者出现的 你要建立一个后轴心 在脑后 你想象一个点 你的双肩和你脑子 让我向后走 你就想象这个后在吸引你 你每天早上这么出门 试看天下神灵敌 你本来是没自信的人 你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我有自信 我是强者 我这么走 我就想我是怎么走 所以你反过来给自己一个语言 就是我有信心 我们现场观众我们都来示范一下 学学赵启光老师这个后轴心 后轴心 都做得紧一点 今天大家出去 从优秘网出去 全体人都向你们致敬 都齐离致敬 你看这是什么气场 真的从台上一看 马上这个面貌就不一样了 不过我们中国人都这样 世界杯就不能让人欺负成这样 好 谢谢赵老师 刚才我没有用 你看你世界杯的运动员 它都是这个姿势 对 你看你刚才我这个 一道强光就出现在我面前 也真的是 就是这样 你看是不是 这什么精神状态 好 谢谢赵老师 后面还有一个小时 都坐直了 别一会又坐下去了 因为我咱俩从咱俩做起 从我们做起 对 好 谢谢赵老师 刚才我们用半个小时的时间 让大家意识到了肢体语言 原来是这么这么这么的重要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赵老师 再进一步来跟大家解析 在实际生活当中 我们要如何去运用肢体语言 来帮助我们 在生活当中表现得更好 不要走开 稍时休息 一会儿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